開始吧 我們去派的派! 是狗狗! 是狗狗! 獵物! 狗狗! 嘿大家好我是MNAC 叫我一夢火一夢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台版7月的星秋角 灰姑娘的真情 一般我們就要她月月啦 所以就是灰姑娘月月 她在7月5號下午4點推出抽池 是常駐角吃過了還是可以在池內 歪到未來有開Hard圖 可以農她在前衛物理輸出兼破防兼buff 特殊能力是周圍 越多人技能的效果就會越好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這個周圍的範圍不夠大 大部分的情況就是剛好前衛都包到 中後衛都沒有 物理隊還是蠻常放中衛的 除了能放的話幾乎必放的 Akira還有攻殼酒鬼之類的生存面角色 導致她稍微有一點點尷尬 大部分的情況下還是倉管 但比聖誕秋奶稍微好一點啦 至少她破防的部分還不錯 聯盟戰理論上是能上場 但幾乎沒看過她上場 比較有表現的是這隻鳥 她的UB超級麻煩 但雙防都是0 所以放雙貓賊去CTP 然後放一個母音密 然後可以盡量打久一點的陣容 只是這隻王星黑打起來更舒適就是了 世界段AUTO就可以一刀 所以實戰方面來說還是偏倉管一點 再來看一下技能組的部分 UB是單體的物理傷害 然後範圍加物攻 範圍內隊友越多加越多 這個範圍就是全前衛中後衛就都吃不到 還會有加速25%的效果 一技是增加自身周圍物攻 範圍是一樣的 二技是單體的物理傷害 並且帶來破防 這兩招也會隨著周圍人越多 而加越多物攻打越痛 技能組看起來是相當單純 也不算弱 問題就真的是出在這個範圍 因為一般的情況下 在Boss防禦正常的時候很難不放Akira 物理隊也有很多其他優秀的破防 通常是輪不到灰姑娘月月的 類似的定位還是會選擇新年佩可 只是台版有的時候狀況會不太一樣 在日版這隻低階段也會看到有些人有 所以一般玩家省點石頭不抽這池可能會比較好 但不代表這一隻角色完全沒有出場的可能性 只是在日版的狀況看起來偏倉管 大部分的時候不用也可以打 好啦今天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灰姑娘月月 希望都能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個月的新角色 那就這樣謝謝各位